网上流传10月1号起出入禁止不再需要做健康申报 也就是俗称的扫黑马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向中国海关总署查询 获回复指目前已经进入到审批的最后阶段 李慧琼对11月1号开始取消黑马充满信心 网上流传消息指用作出入内地边境时申报健康状况的二维码 也就是黑马从11月1号开始可以不用扫了 改为主动申报模式 有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等身体不适的旅客主动向海关申报 在高铁C九龙站 电子屏幕还有标语提醒乘客完成健康申报 但周日下午多位来港的旅客都反映 黑马已经不用扫了 不少旅客和市民都十分期待黑马正式走入历史 挺好啊我觉得黑马没什么必要啦 我觉得取消很好啊因为大家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不需要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点复杂 在我们大陆那边早就已经大家都不需要查健康马了 那现在来回这边我觉得也应该要取消了 大家可以更好地通行 不过在福田等其他口岸则仍然要扫黑马 我们向深圳海关12360服务热线查询 是否将于11月1号取消黑马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 就是这个健康申报取消的这个通知 目前没有接到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也向中国海关总署查询 海关总署的回复就是说 现在进入是审批最后阶段 最后的公布就待审批最后完成就会发放的了 但是我是对于11月1号能够取消都是充满信心的 李慧琼等全体36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早前联署希望取消黑马 他感谢中国海关总署一直聆听香港市民的意见 相信取消以后能更方便两地人员往来 凤凰卫视显志香港报道